京华风云录 卷四 血色荆棘 作者 京夫子 播讲 夏秋年 第七章 双王会 引杀机 3月22日 河北邢台地区再次发生强烈地震 第二天 刘少奇陈毅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离京 在新疆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休息一晚 之后出访巴基斯坦 阿富汗 缅甸 4月上旬 代表团曾返回新疆休息一星期 下一站是缅甸 周恩来从北京打电话给刘少奇 告诉他现在中央大事很多 毛主席又点了几个人的名字 被点了名的人怕是保不住了 是否回北京一趟 周恩来没有说出那几个倒霉袋的名字 刘少奇也没有问 不知道不烦心 刘少奇说 不回了 都军管了 回去也不管用 还是留在新疆看看天山南北的军肯农场 长点见识吧 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 在陈毅副总理以及夫人张倩的陪同下 视察了北疆的石和子 伊礼 南疆的阿克苏 和田等地 他真羡慕农场工人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的劳动生活 到了生活的最底层 靠劳力吃饭 总不至还要勾心斗角 争权夺利吧 做老百姓好 还是做老百姓好啊 每天泪出几身汗 吃的香也睡的香 要是能长留在新疆的农场里多好 虾平 刘克斯此刻应该唱一曲 我们新疆好地方 刘少奇有种隐隐的预感 此行或许是他最后一次外出访问和视察了 毛泽东伙同林彪调动大军占领北京 接管中央机关 都是冲着谁来的 党中央领导集体 为首的又自然是他刘少奇 毛泽东提出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简称走资派 那么在中央几十个部委办负责人中 在29个省市自治区的书记副书记中 谁算走资派 谁又愿意当这个走资派 岂不是又要把全党干部上上下下搞得人人自危 毛泽东通读二十四史 经言资质通鉴 把过去帝王之术应用到党内生活中来 应用的出神入化 不断变换着依靠对象和整肃对象 1957年利用彭德怀批判刘伯成 1958年利用柯庆师批判周恩来 1959年利用罗瑞卿彭真整肃彭德怀黄克成 1962年利用康生整肃习仲勋 1965年利用彭真整肃罗瑞卿 现在眼看彭真也要保不住了 又要利用谁来整肃彭真 整完彭真 下一位是谁 刘少奇胆寒了 斗争的铁龙从小到大 一个套住一个 谁能逃脱 这次整甲 下次整蚁 再下次整饼 整过来整过去 毛泽东倒也有他的基本队伍 江青 林彪 康生 陈伯达 谢富志 汪东兴 张春桥 可惜柯庆师死掉了 以及十大军区的司令员 政委们 还有就是近年来 蹦得鼎欢的几名投机秀才 姚文元 七本宇 官丰 王立 林杰等等 这些人专写血腥文字 动辄喊打喊杀的 凶悍得很 刘少奇 唯一觉得靠得住的是 全党的组织系统 就算毛泽东横下心来 要整肃他这个党的二把手 现在中央政治局 书记处就通不过 更不用说要由中央全会来表决 经历过三年苦日子 饿死了几千万人口之后 大多数的干部有了不同程度的觉醒 连贺龙 彭真 谭振林 李景全 这些过去一味紧跟的人 现在都比较务实 吴行中和毛泽东拉开了距离 更不用说朱总司令 陈云 邓小平这些本来的务实派了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七名常委中 毛林属于少数 在19名政治局委员中 毛林更是属于绝对的少数 所以毛泽东不肯回北京 不肯召开中央全会来解决纷争 刘少奇最不放心的人是周恩来 他看得很清楚 一旦斗争公开化 周恩来为求自保 最可能头一个倒戈相向 刘少奇新疆之行的一项重要收获 是他了解了有关毛泽民的绝密资料 原来毛泽东的这个亲兄弟 1943年被军阀盛世财枪杀之前 为了讨饶起命 向盛世财坦白交代了中共中央 及八路军新四军的大量情报 连他老兄毛泽东13岁时 在老家韶山冲 监屋邻居10岁的女童 曾被关祠堂 赵王统这种情节 都交代得详详尽尽 毛泽民还是被杀害了 但他的口供记录 交代材料 却被完整地保存下来 所以新中国成立后 把毛泽民定为革命烈士 是不妥当的 不说是叛徒 至少也是一名便捷分子 什么东西 13岁就强奸邻居10岁女童 被关了祠堂 少年犯吗 难怪毛顺生老先生 生前那么痛恨自己的不孝之子 从小道德败坏 长大愈演愈烈 1925年在长沙清水堂 还监污过李立三的前妻 朋友妻不可妻 连骑马的习俗规范都不顾 自参加革命以来 特别是1949年进城以来 他一共玩弄了多少女青年 玩一个丢一个 少说也可编成一个女兵连 极大军区后勤大院里 都养着他的私生子女 就是正名 难怪他那么佩服刘邦 朱元璋 都是乡下流氓出身的帝王了 4月20日 刘少奇沉毅一行 结束对缅甸的访问 返回北京 邓小平到机场迎接 在机场贵宾市 邓小平支开了警卫服务人员 向刘少奇做了情况简报 各行各业 特别是文化教育战线的大批判 如火如荼 北京市已揪出邓拓 吴晗 廖墨沙 三家村 全国各地已刮起一股 揪小邓拓风潮 几乎每个单位都揪出了小邓拓 毛主席委派康生坐镇北京 由康生在书记处 政治局 政治局常委会议上 传达毛主席的各项指示 以彭真为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 五人小组被撤销 另成立了一个文化革命小组 直属政治局常委会 顾问康生 陶柱 组长陈伯达 副组长江青 张春桥 王任仲 刘志坚 成员包括姚文元 七本宇 关峰 王立等 上星期4月16号 毛主席在杭州召集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 上面这些人全部列席 会议集中批判彭真 罗瑞清 陆定一 杨尚坤 田家英 他们的问题属于反党性质 成立中央专案组 组长刘少奇 下设多个分组 彭真分组由刘少奇负责 罗瑞清分组由叶剑英负责 陆定一分组由陈伯达负责 杨尚坤分组由邓小平负责 田家英分组由安子文负责 已宣布对彭罗 陆阳等人实行软禁 刘少奇虽然心里早有预感 但听了邓小平的简报 中央一下子揪出这么多负责人 仍然难以接受 洞中方七日 世上已千年 小平啊 我脑子里的时空转不过来 这五个人都曾经是毛泽东同志最信任的人啊 在他身边工作了二三十年之后 忽然变作阶下囚 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瞎平 有什么不可思议 半军如半虎吗 邓小平贪了贪两手 苦笑着说 情况就是这样 在京的几个常委碰了头 一致意见 建议你回来后 立即去杭州和主席见一面 尽力沟通 以免中央人士像包洋葱似的一层一层包下去 刘少奇说 是啊 不然彭真之后就轮到我和你了 一些同志的所谓问题 无非是在三年大饥荒时候 为了少饿死乡下农民 全力协助中央调整政策 度过劫难 现在却来秋后算账 我们当时出以攻心 没有和他们算那笔人命账 现在却有人要和我们算另一笔所谓的政治账 难道我们在大饥荒的日子里救人救错了 我是说过 人相识要上书的 历史要记载的 河南 安徽 甘肃 青海 都发生过富石子 凶石妹的惨象 这个历史是否定不了的 不能过河拆桥吗 邓小平说 少奇同志 随总司令 总理和陈云都建议你去一趟杭州 当然是去沟通化解 而不是去争论吵嘴 不然我们在中央工作 只会越来越困难 刘少奇说 人家班子都搭好了 我有预感 陈伯达江青的那个中央文革小组 就是准备用来取代中央书记处的 邓小平说 那我这个总书记就可以休息了 天天打桥牌 求之不得 谁能干 谁就来干嘛 对了 总司令还特意要我带句话给你 现在不是顶牛闹义气的时候 路还长着呢 刘少奇王光美回到中南海俘虏居家中 看到几个活泼可爱的孩子 心里的怒气怨气 顿时化作一腔苦涩的慈爱 老小十几口人 孩子天天要上学 老人不时要看病 不能不顾这个家啊 刘少奇自己也年进古稀 身体和精力都大不如前了 一旦自己出了事 家人受到猪连 孩子们都要跟着受罪 甚至闹个家破人亡 毛泽东林彪既已调动38军接管北京 当然不会就此罢首 事已至此 刘少奇唯有收敛起身上的一点锋芒 忍辱负重就忍辱负重 把损失降至最低程度吧 无非是逼他交出权力 总不至于把他从肉体上消灭 况且在中央委员会里 中央政治局里 他还是有相当多数的支持者 毛泽东再厉害 也不能无视这多数人的意见 把事情做绝 虾平死到临头还书生气十足 把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锚 看成是遵守游戏规则的人 再者 据刘少奇长时间的观察 毛泽东和林彪的亲密结合不可能长久 他们都把兵权看得高于一切 又都城府很深 猜忌心很重 爱记仇记恨 报复心极强 他们现在为了共同的利益而合作 一旦共同的利益到手 必然爆发新一轮的争斗 当年毛泽东和高岗是败把兄弟 真正的患难之交 高岗还很有一点江湖义气 可毛泽东一翻脸 就硬是见死不救 高岗为什么两次服安眠药自杀 就是逼毛大哥救他 林彪和毛泽东算什么亲密战友 父子不像父子 师生不像师生 林彪为人 无情无义 多的是谋略心计 可说是党内权力舞台上 一只折服已久的恶虎 恶虎一旦抢到肥美肉块 其肯轻易松口 而且毛林在历史上 已经有过多次不合 互不买账 两人玩弄的又都是枪杆子 一旦相争相透 必定白刀子 红刀子 你死我活 只要刘少奇能熬活到那个年月 不正可以出来收拾局面 到那时 刘少奇一定尽力替党做好一件事 撤出党内军委制度 军权归于中央政治局 中央决策制度化 国防部长文官化 军队永远不再成为解决党内纷争的利器 遵守纪律 尊重程序 一切纷争应当放到党的会议上来辩论 表决 一人一票 党主席也只是一票 应习惯服从多数 服从集体 其他的任何行径 特别是秘密调兵 都是非法的 应当受到党籍国法的严厉制裁 瞎平 想得美 问题是你是否能熬到那天 想明白了这些 刘少奇 阴郁的心情开朗了些 脸上也有了笑意 当然 一些真实的想法 是连自己的夫人王光美都不便告诉的 尽管光美对自己的感情很深 是位典型的贤妻良母 坚真不渝的人 刘少奇挂通了杭州西湖汪庄的电话 不一会儿 毛泽东来接电话 听声音还是那么和蔼亲切 少奇啊 回来了 每天都看外交部的简报 你和陈毅的出访很成功了 光美和孩子们都好吗 刘少奇紧握住话筒 都好都好 谢谢主席的关系 巴基斯坦的叶海亚 缅甸的乌鲁 都一再要我带向主席问候 他们都想邀请主席去访问 又怕请不动 毛泽东在电话里呵呵笑了 不行了 出国访问是要坐飞机的 政治局早就规定我不坐飞机了 就这一条 决定我只能在国内通火车的地方走走了 刘少奇见毛泽东性质颇高 立即不失时机的请示 主席你有时间吗 出去将近一个月 想来向你做一次汇报 毛泽东仍在呵呵笑着 姓刘的主席向姓毛的主席汇什么报 我早说过过不了多久 党主席和国家主席都姓刘了 你想什么时候来 刘少奇说如果主席允许的话 晚饭后就来 飞机个把钟头就到 毛泽东说这么急 你不累吗 来就来吧 我近两天身体稍好些 可以听你详细谈谈 叫光美一起来吧 可以路上照顾你 我会通知这里的人 安排你和光美住刘庄 蓝萍也正在我这里 光美可以和她谈谈出访见闻 当晚九点 刘少奇夫妇飞抵杭州 他们随身带着外国元首 赠送的珍贵礼品 中办主任汪东兴接机 随即驱车西湖汪庄 道路两旁一片昏黑 只感觉到树影山影向后闪去 但闻得到春的气息 花的芬芳 车到汪庄 卫视长来开车门 欢迎刘主席 欢迎王主任 主席在书房里等你们 汪庄三面环水 美景天成 即使是到了晚上九点多钟 在一六六公式路灯的辉映之下 也是画廊曲折 摇街乡街 花木扶书 水摇波影 宛若彭来鲜香了 毛泽东又在翻阅 他读了十五六遍的资质通鉴 见到刘少奇夫附近了 才起身 先和王光美拉手 远客远客 你们真是海阔天空 任翱翔咯 从仰光到昆明 从昆明到北京 又从北京到杭州 辛苦辛苦 王光美握住毛主席的大手 主席身体好吧 少奇带我今天晚上来看您 特别高兴 毛泽东捏住王光美的手不放 看着旁边的刘少奇说 少奇啊 还是你有福气 光美是越来越年轻 越来越耐看 瞎平 显然 王光美赛过蓝屏 也是毛记恨流的原因之一 王光美说 乔主席说的 我是四个孩子的妈妈 加上少奇原来的五个儿女 我是九子之母 还有什么年轻不年轻的 我都四十五六的人了 刘少奇说 谢谢主席的夸奖 人还是年轻些好 毛泽东说 昨天陈丽云他们几个军人 来讲了一些粗话 逗我开心呢 什么女人三十如狼 四十如虎 五十蹲地能稀土 哈哈哈哈 粗俗是粗俗 倒也生动形象咯 瞎平 毛段子属于赤裸裸的性骚扰 王光美被这比苏不堪的下流笑话 弄得满脸通红 嘴上却说 主席才有福气呢 蓝屏大姐 董文艺 通诗词 政治能力强 是主席的贤内助 刘少奇也竭力掩饰着脸上的尴尬 光美常在家里说 要多找机会 好好向蓝屏请教学习 毛泽东这才伸过手来和刘少奇握了握 目光却仍然照着王光美 蓝屏毛病多 女同志和她不好相处呢 她太自以为是 晚饭时和她讲好了光美要来 她却先要去小剧场 看一部香港弄来的好莱坞电影 王光美说 蓝屏大姐艺术鉴赏水平高 她领导京剧革命 推出现代样板戏 具有画时代的意义 毛泽东摆摆手 坐坐坐 不要光顾了讲话 来来来 我请你们喝龙井 刚下来的古语前茶 泡上从虎袍拳弄来的水 很不错咯 光美呀 现在是颂扬的话满天飞了 新出了一本什么小说 也讲是纪念碑 里程碑 画时代等等 还是由郭老这样的名人讲出来 你们信不信 反正我是不信 外国几百年 中国几千年 真正能够流传下来的书有多少 这些日子 我总是在想呀 地球上的万事万物 生生灭灭 今天吹得越高 明天摔得越重 拖不出这个规律 是不是 刘少奇见毛泽东 说出这样不乏清醒意识的话来 心里暗自高兴 主席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把古今中外的事物都看透彻了 毛泽东说 这是我们古人的辩证唯物主义 很了不起的 王光美说主席是学贯中西 读遍天下书了 毛泽东哈哈笑 光美你言过其实 什么读遍天下书 人生苦短 绝无可能 我只是读了几部书 比如资质通鉴 二十四史 加上读了点马克思主义的基础著作 资本论少奇读过几遍 我一遍没有读完 里面的一些数据太枯燥 搞不懂 虾评 十足的土包子一个 连共产经都念不懂 还妄想超过鼻祖 刘少奇说 主席的学问在当代政治家里无人能及 我这不是吹捧 许多外国政要都这样说 毛泽东说 我不信 丘吉尔的学问就比我大 当然我和他属于不同的文化 我这人还是有点自知之明的 王光美说 少奇近来常和我讲 前几年一直忙忙碌碌 当了事物主义者 一天到晚跌进会议文件里头打转转 挂名毛主席著作编辑委员会主任 却放松了对主席著作的学习研究 以致思想落后一大截 跟不上形式 毛泽东问刘少奇 我的几本小书真有那么大的作用吗 本人很怀疑 你看呢 刘少奇说 我不怀疑 主席的思想和著作 在延安时候 就是由我提出来 作为中国党和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指针 我的问题是 近程十六七年来 忙于事物 放松了对主席著作的学习 瞎评 引茂入世 始作俑者 正说着 江青一阵风似的 踏着轻快的步子进来了 故作惊讶的说 呦 刘主席王光美 西克了 我刚看完一部好莱坞影片 老人与海 有点闷 海明威的原著也有点闷了 但人间的摄影艺术 把大海景色拍得千遍万化 真叫绝活 刘少奇 王光美 连忙起身 江青并不和刘少奇握手 王光美 拉住江青的手 连喊两声 南平姐 毛泽东挥挥手 都是老熟人 客气什么 南平呀 你和光美去聊聊家闲 我和少奇谈工作 谈完了 少奇会来找你们 他们今晚住刘庄 江青领着王光美走了 刘少奇从他俩 一前一后的背影上看出来 江青似乎有些勉强 毛泽东让门口一位利若天人的女服务员退出 关上书房门 之后说 好了 少奇 我们是两条汉子 放开心胸 坦诚相像 如何 刘少奇不知毛泽东为什么忽然讲话变了调子 只好跟着点点头 毛泽东自己点上一支烟 说 你也可以抽我这个 我听人讲啊 你对三十八军进城很反感 领着贺龙彭真几个人大发牢骚 刘少奇一习惯从自己的上衣口袋里摸出一包大前门 点上一支 手指有些微微颤抖 主席 我要实话对你实说 我也从来不在你面前隐瞒自己的观点 对于三十八军进城 我却有自己的看法 毛泽东说 好嘛 打开天窗说亮话 我从来反对关起门窗说黑话 中南海的那些公院房子光线很不好 住久了容易引起心理阴暗 愿听端详 刘少奇说 我主要是对林彪同志的某些做法持保留意见 调派三十八军接管北京市委市政府 接管北京卫戍区 接管党中央国务院二三十个重要部级单位 事先根本不和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 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人打招呼 这算哪门子规矩 我们党的原则是枪指挥党还是党指挥枪 毛泽东说 问得好 有水平 您不同意林彪 实为不同意我 倒是打鬼 借助钟馗 何必绕弯子 我就可以坦白的告诉你 我们党的历史 有时候是枪指挥党 有时是党指挥枪 互为因果 相辅相成 刘少奇说 主席啊 现在是和平时期 随意调动部队来左右党内意见 这个头开不得 这会损害我们党的传统 损害党的团结统一 党指挥枪的原则不能变 一旦动摇了这个原则 后患无穷 党会分裂 军队也会分裂 我最担忧这种效应 毛泽东说 党会不会分裂 军队会不会分裂 目前我还是党主席兼军委主席 你不用太担忧 请继续讲 刘少奇说 恕我直言 以主席在全党全军 全国人民心中的威望 要撤换党内任何高级干部 完全可以通过中央全会 或是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方式来进行 而不必林彪去调动军队 古今中外 搞军事管制 最后都会搞出野心 人家和阴谋加莱 主席你熟读历史 历史上这样的教训多得很 毛泽东说 你这个意见 我可以留作参考 邓小平不是讲 我是共产党的如来佛吗 我说不是 你们神通广大 谁都跳得出如来佛的手心 当然会通过党的会议解决问题 这用不着你来提醒 刘少奇额头冒汗了 他告诫着自己 不应和毛泽东争辩下去了 毛泽东历来要干一件事 便是集合起全体政治局委员的力量也挡不住 毛泽东的一票否决之权 还是在延安时候 由我刘少奇倡导出来的规矩 把他树立成党的皇上 到如今自食苦果 恶果 当今之际 放低姿态 含够忍辱 委屈求全吧 主席 我上面所讲的完全是为了我们的党好 也是为了主席本人好 我承认在这些年来的工作中 曾经和主席有过不同意见 但从思想上组织上来讲 我一直是拥戴主席 遵从主席的 这一条任何时候没有动摇过 我的一切言行都是公开的 相信经得起主席的考察 到目前为止 我只是在思想上 对三十八军进城搞军管保留看法 我可以不在党的会议上提出此事 不去扩大影响 毛泽东见刘少奇放缓了语调 放软了身段 也就和蔼的说 少奇啊 你为什么老是要在三十八军进城这世上绕来绕去呢 命令是我和林彪一起下达的 是为了预防彭真 罗瑞卿等人搞兵变 北京城里发生过一系列不正常的状况 是他们一伙要搞兵变的先兆 我和林彪不是无地放屎 是一次反兵变的突然行动 万不得已的特殊措施 虾平厚颜无耻 贼喊捉贼 我的这个答复你可以满意了吧 你可以把这个话带给总司令 总理 陈云 小平 贺龙他们 请大家放心 三十八军进城是为了维护首都安全 不是针对任何个人的 一个多月了 没有放一枪抓一人嘛 中央政治局 书记处 中央军委 国务院人大常委 全国政协 都还是原班人马在上班吗 刘少奇仿佛找到了台阶 事实的说 主席这样讲 我就理解了 原先的一些误会 也就释然了 请主席放心 我会一如既往的做好分内的工作 包括完成主席所委托的任何事情 毛泽东笑笑说 这就好 这就好 很高兴你我二三十年的关系 能够持续下去 过去我讲 三天不学习 赶不上刘少奇 现在大约轮到你来改改这句话了 刘少奇也装作轻松的笑了 三天不学习 跟不上毛主席 形势发展 一日千里 我要再不努力学习主席的著作 可就真要成为落伍者 被时代大潮所抛下了 毛泽东忽悠收起脸上的笑容 你出国期间 中央决定对彭真 罗瑞卿 陆定一 杨尚坤 田家英几个人宣布停止审查 围头的是彭真 陆定一的老婆还写 匿名信 诬陷林彪夜群 对这一事件 你有什么看法 想不想保他们哪一位 刘少奇伸手 搔了搔满头银灰色头发 镇静一下才达到 这几个人是以怨报德 他们都是主席在延安时候所提拔 主席一直为以重任 对他们后来的发展变化 我承认比较麻木 缺乏应有的警惕和敏感 特别是彭真 在首都经营起他的独立王国 直到主席批评侦查不进 水泼不进 我才有所震动 彭真在阻挠 转载上海姚文元的文章仪式上 表现尤为恶劣 简直令人发指 陆定一的老婆 颜卫兵有精神毛病 写匿名信攻击人 应受到法律制裁 主席知道的 今年春节前后我病了一场 又出国访问一个月 许多事都没有来得及过问 我应负工作失察的责任 毛泽东说 你有这个认识就好 能够不远而富 我是高兴的 彭罗 陆阳 田仍然成同志 历史上多少都做过些好事 不能一笔抹杀 我历来主张给出路 中央的工作还是由你主持 马上就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了 解决这几个人的问题 会议由你召集 人员的处理也交给你负责 刘少奇内心存在一句 主席 这个担子太重了 你如果身体好了些 北京的天气也已经暖和了 是不是请主席回北京坐镇 我和恩来小平跑跑腿 在你领导下办理事务 毛泽东说 我说交给你办的事 就是教你全权去办 至于回北京 医疗小组还不会批准 我现在的顶头上司是李志隋医生他们 北京天气太干燥 不利治病 反正我派康生做代表 有什么话委托他到会上传达 总之一切由你酌情办理 我不收权而继续放权 你该有信心了吧 怎么样 蓝平光美两个聊家贤 还没有完 当晚刘少奇夫妇入住西湖西山路7号刘庄 也是一座毛泽东江青入住过的棒湖别墅 刘少奇急于知道江青和王光美聊了些什么家贤 王光美也急于了解毛泽东和刘少奇的谈话内容 但又觉得刘庄的卧室书房都不是说话的地方 于是夫妇两人手牵着手到苏迪上去散步 警卫员在他们身后远远的跟着 苏迪上路灯昏暗 桃花已经盛开过 四周透出新叶的芳香 环湖四周 急目望去 那星星点点的红灯绿火 倒映在水里 仿佛暗上暗下 镶嵌上了串串色彩斑斓的珍珠 王光美拉着少奇同志 看看四周无人 才放心的问 你和主席谈的怎样 我都担心死了 怕你又和他意见相左 惹他生气变脸 刘少奇说 放心 我会冷静应付 今天中午回到福禄居家中 一看到老人和孩子 我的心情沉重 我这不是自私 是家事责任 不能出乱子 老人孩子受连累 主席和我谈得很好 他说中央的工作 仍有我主持 彭罗路阳田等人的问题 也交由我去处理 他仍然信任我 要求我和他继续合作下去 我也检讨了几句 近几年学习毛柱抓得不紧 思想上跟不上形式等等 没事了 起码暂时是没有事了 或许我还有点利用价值 你和江青谈的怎样 你带给他的礼物 他喜欢吗 王光美说 少奇你了解 这十几年来 我伺候他生过自己的老娘 每次跟你出国访问 行前要去向他讨教 回国要给他送礼品 十几二十个外国元首夫人 送给我的珍贵礼品 我一件没敢留下 都敬奉给他了 每次他都说 也好也好 留下观赏几天 再交还工家 我看他一件也没有交还工家 也是个欲贺难填 刘少奇说 你做这些都是为了我 为了协调主席和我的关系 使他少从中拨弄是非 前年他要求增加工资 从九级加到七级 他一个1938年到延安的干部 已经拿了副省级工资 还想升到正部级 小平不同意 我也没有批 这事又不能报告主席 他是恨我和小平的 现在演员的能量大的惊人 我们不能不防 王光美说 这也正是我要告诉你的 他是个极危险的人物 心里充满怨恨 也不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恨 要恨那么多的人 或许是更年期的缘故 刘少奇问 他又在你面前骂哪个仇人了 他年年都是更年期 王光美说 这次骂的是孙维氏 他和我谈话 我心里咚咚跳 他领我到他的大卧室兼书房 收下无弩夫人送的那两颗红宝石 还顶满意的把玩一会儿 接着就大骂孙维氏 什么东西勾引了恩来林副主席 也勾引过老板 凭了那点姿色演技 竟在几位领导人之间如鱼得水 真正的如鱼得水 撩起裙子就让人操码 骂得难听极了 他还问 孙妖精勾引过少奇同志没有 光美你要警惕 不要当女王吧 他和叶群都当过女王吧 我说没有 每天守着少奇过日子 忙工作都忙不过来 从不和孙维氏往来 情况一点不了解 他说光美你算走运 少奇宝刀不老 你们性生活很和谐吧 少奇的炮弹很有力量 干出来四个孩子 个个活不可爱 听他说话真憋气 难受死了 又不得不应付 他说他和孙维氏是结了仇的 孙妖精四九年进城后 排演了十几部大型话剧 从没请他江青去看戏 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 可就是怪了 自今年年初以来 孙妖精大概感到气候变了 又是打电话 又是寄请柬的 请他审查剧目 对不起 一切都晚了 连他那个王八男人金山 都不是好东西 刘少奇说 我看孙维氏再有缺点 为人也要比他强 金山更是个杰出的表演艺术家 江青这女人要出来咬人了 我有预感 当然是有人放他出笼 1939年在延安 政治局曾对他和毛的同居关系约法三章 现在约法三章早被他们撕毁了 虾屏 潘多拉的盒子打开了 他这次又教训了你没有 王光美说 还少得了吗 都快成江八股了 我每次去看他 他总是不忘列数他当年在延安 如何协助主席工作 如何抵制王明 博古 张文天 何凯峰 彭德怀这些人的错误 解放战争时期 他是唯一的女同志 跟随中央支队 陪同毛主席转战陕北 华北 许多军事电报 新华社电讯 主席都委托他草拟 几次大的战役 他都出了主意 这些周恩来最清楚了 那时周恩来称他女将军 半个军事参谋 进城后 为了配合毛主席的伟大谦虚 他从来不提这些事 光美呀 你年轻 没有上过战场 军事上的事一窍不通 却有好运气 夫唱七随 夫容七贵 当国家元首夫人 每次陪少奇出国访问 多风光呀 不像我为了治病动手术 才去过几次苏联 从没好好旅行过 刘少奇说 自吹自擂 无耻 又没有人把这些告诉他男人 告诉了也没有用 他男人对他越来越信任 倚重 社稷僵乱 必出妖孽 他还说了你一些别的 王光美说 哪能没有 又批评我六三年随同你出访印尼 穿旗袍 戴项链 去讨好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苏家诺总统 影响不好 今后要注意等等 后来说着说着 就又骂开彭真 陆定一 周扬 田汉 夏衍 邓拓 吴涵 廖莫沙 田家英一大批人 说这些人反对他领导的京剧革命 绝没有好下场 老天爷已经开始报应这些坏蛋 一伙埋藏在党内的定时炸弹 反革命的别动军 不先下手搞掉他们 他们就会搞政变 搞兵变 推翻毛主席和党中央 就会有千百万人头落地 刘少奇说 慢着 或许事态比我们预料的要严重 这个女人总有一天会把中央闹个天翻地覆 王光美说 我听着她的唠叨 身上直冒冷汗 哟 我们走出老远了 前头有人站岗 过了岗哨就是汪庄了 少奇 我们回刘庄吧